日本的經濟新聞 經濟新聞 說一個題目 系列專題 就是台灣未知的真面目 看起來有很多什麼隱秘的事情 第一篇 就是說台灣軍方消息人是說 有高大九成的台灣的軍官 退役後都到中國 提供國軍的情報 換取金錢 腐敗成為我們的退役軍官的常態 所以台灣最大的問題是 軍中有很多協助中國的間諜 大家當時就問馮志寬 退輔會主委 馮志寬就講放 他講話很粗 然後馮志寬就說 你要把他抓在槍斃 他就說他可以這樣侮辱我們 我罵他有怎樣 好 馮志寬 你直接侮辱到退廚藝官兵 實際上不可能 我還看九成的退役軍官 不滿有可能 什麼會滿 你這樣砍他的退休年金 對不對 然後把軍人帶地位 打成這個樣子 根本不尊敬他們 但是說軍人說 到這麼多年來 也不就抓那麼幾個 大概就抓過幾個 最多十幾個 我認向你 所以哪有很多 沒有 不可能的 我想軍人基本上 他一方面對國家還是忠誠的 二方面 這也是一種職業道德 我一輩子 幹軍人拿國家的心想退休 還有退休年金 怎麼可能去出賣 到底 我也在想說 出賣到底是為了錢 還是意識形態 前陣抓上校 在金門當大隊長 其實還不錯 但是升不上去了 他可能也不滿 我可以升邵教 為什麼不過升 所以上校 另外一方面 我覺得給的錢也不多 每一個月給幾萬塊 是給多少錢 對不對 我相信他們那個情報 也不是什麼多值錢的情報 然後另外也可能意識形態 就是我是要保衛中華民國的 你民進黨是要支持台獨的 你哪有真的要保衛中華民國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意識形態跟你不一樣 也有可能 錢可能有一部分原因 意識形態有一部分原因 有一些人可能升邪不滿 但是整個加起來是不多的 不可能有九成 開什麼玩笑 什麼九成 九人還差不多 怎麼九成 所以國軍當然很不滿 然後大家還講外交部 說你怎麼都不講話 你搞什麼鬼 外交部剛剛發聲明 跟日本人去抗議 原來都不講話的 碰到美國 日本都不敢講話了 國防部說這是憑空杜撰 我也認為是憑空杜撰 但日本人為什麼要寫這個東西 逢出發聲明 要把他抓來槍斃 另外王宏偉說 假新聞怎麼沒有關三天 假新聞不是要關嗎 要關媒體 好 我們先看看 到底日本人怎麼這樣 污衊我們的退役官兵 日本的媒體有報道說 就是有九成的退役的部分 它是間諜 對於這樣的消息會覺得很生氣 胡說八道 日本的經濟新聞 他其實還提到說 那個國軍衝刺太多外省人 是主力那一種 放他們 鏡頭前動怒 因為日本經濟新聞日前報導指控 台灣共諜太多九成退役軍官 赴大陸出賣情報 原因更涉國軍的前身 原是國民黨軍隊是外省人 還有所謂的知情人士 向日媒聲稱 如此體制的軍隊在發生狀況時 根本不可能與中國作戰 多人出外情報腐敗已成常態 更指總統因為軍事改革 至今不能掌控國軍 我昨天晚上都沒睡好 為了這個事情 我們國軍將領 怎麼會連日本人都來侮辱我們呢 所以我回了一句很不好聽的話 我說放他 非常不好聽的話 為什麼表示我內心憤恨 以及對於我們國軍將領 這個信任的一種態度 態度擺出來 大鵬主委超憤怒 我想他們之間也有匪諜吧 以我的個性 我把他抓來槍斃 你當國際的記者 你也不去查證就報導嗎 我非常希望我們的媒體 把我今天早上講的那個髒話 把他翻譯了反映出去 我承受任何的後果 國防部一日深夜也憤怒駁斥 相關的報導 憑空杜撰 沒有經過查證 就以聳動標題 污衊國軍官兵器杰 分化部隊團結 徒令輕痛醜快 無助於台海 及印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我們的外交部也應該表態 外交部表態了 來 來 先 但我覺得我從來沒有覺得 馮世凡這麼帥過 我覺得他實在太帥了 而且還直接說呢 這個話要翻譯成日文給他們聽 我真的覺得太誇張了 而且你說 坦白講 日經新聞並不是一個小報 你說他憑空杜撰 我有點懷疑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當然第一個 我們政府比較表態 我覺得馮世凡 站在退府會的主委的立場 我覺得他第一個表態 然後抗議 太誇張了 我九成 我真的覺得那是醜化我們的國軍 污衊我們的國衛軍人 而且他裡面 還有引述了一些故事 故事性的 他說什麼有一位 什麼五十幾歲的退役的軍人 才一退役就馬上去大陸做生意 然後做生意的同時開餐廳 然後說明就提供情報 後來對岸覺得他的利用價值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然後就不給他做生意了 他這個話等於是說 你是現役軍人一轉身 就直接出賣情報 所以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說 他的這個報導當中 不是只有去 捂滅我們的退役軍人 你連現在的國軍 到底愛不愛這個國家 就畫一個問號了 否則哪可能說你現在為這個國家服務 然後一轉身 你就覺得你可以出賣國家的資訊 不可能的 所以我的意思說 這個報導本身 不只是對於退役軍人醜化 對我們的現役軍人 對我們的國軍 我們17萬國軍 我覺得都是某個程度的污衊 所以我覺得對於政府來說 還需要馮世寬去提醒 然後才國防部出來講 外交部出來講 我覺得都太慢了 所以某個程度來說 但是我覺得台灣內部的一些 省籍之間也好 或是一些政黨之間那些 相互的這種抵消的狀況 實在是太糟糕了 到現在為止 對於代表我們國家的軍人 你還可以容忍其他的國家 有這樣的一個報導 我剛剛要講的一個就是說 我不認為它是一個平衡杜撰 因為除非就是 當然我就對記者來說 他不會輕易去洩漏 他的消息來源 所以你今天去問他說 他的消息來源是什麼 他也可能不便透露 但是你說日經新聞是日本幾大報之一 你說而且還出系列 他不是只有一篇新聞 他是系列報導 為什麼系列報導 日經新聞在前幾天 我還特別注意到 是他們才做了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就顯出來 90%以上的日本人 都對於台灣有事非常的關心 就覺得說如果台灣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的時候 那麼日本該怎麼辦 所以前段時間的時候 當日本不斷的說 因為美國的要求 又要增設飛彈基地 又要增設這個 放更多的飛彈 他們其實是非常緊張的 產業也緊張 一般的老百姓也緊張 所以我覺得對於日經新聞來說 應該是基於這樣 媒體的職責 我覺得很棒 他做一個系列報導 所以這個只是系列報導之一 系列報導之二 現在已經出來了 還說是要談台灣有關於 中共對台灣的代理人戰爭 所以我很好奇 他背後是不是有台灣的政府 為這個新聞或是給他們方向 因為他不可能憑空的 他總要採訪 一個那麼大的報紙 他不用採訪 而且他的採訪是說 據不願意訴消息 就是不願意透露姓名的 台灣官員 台灣官員如果真的是 他真的謹守了採訪的本分 然後問了台灣的官員 台灣官員告訴他說 我們的軍人 有90%退役軍人都是間諜 你不覺得很可惡嗎 而且他當中寫的是講 國防部的官員 所以我是某個程度來說 我願意相信就一個日經新聞 除非他們出來說 沒有 我們沒有那麼的權威 日經新聞那麼一個大報 他怎麼可以不問人 就這樣子憑空寫 而且憑空寫這數字哪裡來 我台灣這樣我不太相信 我自己如果說我去採訪 什麼美國新聞 我憑空算一個數字出來 我就不太可能 而且他這個系列報導 而且我剛剛就講 這系列報導都很有指涉性 好像就是要對於台灣本身 捍衛台灣自己的國家安全 這件事情 我們內部都是充滿了紛亂 也因此讓美國 也不曉得怎麼辦才好 也因此讓日本 也不曉得怎麼辦才好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的政府真的很糟糕 我覺得內部分裂 比任何的事情都來得更嚴重 白博義 我覺得難怪馮世光會暴怒 是我也暴怒 如果真的照新聞講 有九成退伍軍官都是共 身為退伍會阻擬他 那不是中共情報頭子 這開什麼玩笑 離譜 我算是士官 我不是軍官 但是我周圍的所有的同事們 都是軍官 如果他們有九成是共諜 也就代表了 原來我不是在中華民國陸軍服役 我是在解放軍服役 我周圍退伍完了 全部都是中國共產黨的人 這怎麼會有這麼離譜的情況發生 然後更離譜的是 我們相關的政策 相關的高官 除了國防部之外 蔡英文有沒有出來講句話 我沒看到 三軍統帥沒有講句話 因為如果真的我們退伍的 同胞軍官都是共諜的話 九成是共諜 建議蔡政府要直接下令 以後所有退伍的軍人 全部先逮捕 免得這些通通都變共諜 把我們的 不准退伍 當到王為止 對 這離譜 如果他們一退伍了 不然關起來 是不是都會把我們的軍事的機密 全部洩漏給對外去 我覺得國防部現在的做法 他只是駁斥這個新聞 我覺得完完全全的是不夠的 他應該硬起來譴責這個新聞 並且要求日軍的新聞 要道歉澄清的新聞 要知道對於國家而言 居然士氣非常重要的 尊嚴也是非常重要的 被這種污衊完之後 我們的政府 居然沒有強硬的態度 針對日本人 希望他們來做道歉 對於我們國軍的士氣跟尊嚴 是多大傷害跟打擊 如果真的我們退伍的軍官 有九成是共諜的話 那我這也跟蔡英文政府報告 你們不用抗中保台了 中國大陸只要直接收買我們的國軍 因為他們都是意志不堅的人 直接發生政變不就好了 這事情可大可小 但是所有的國軍 包括了所有國軍的家屬們 都在看蔡政府 尤其是蔡英文的態度 如果蔡總統不表態的話 我覺得以後兩岸斷爭 不用再打了 因為只要打起來 我們根本沒有勝算 來 紹婷 如果退役的有九成都是共諜的話 現在在當兵有幾成是共諜的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聽到 日經的這個新聞 怎麼一開始都沒有反應 而且這個是日本的消息 日本的媒體報導 今天如果說這個新聞 不是日本的媒體報導 可能蔡英文政府第一個時間就說 這個是謠言 這個是完全是虛構的 台日的關係這麼的友好 照理講第一個 日本的媒體 他不可能自己去知道這個新聞 一定消息是從台灣過來的 所以今天台灣的政府 蔡英文政府 也應該很容易也可以去了解說 為什麼他們會寫這個新聞 所以這免不得會讓人家去聯想到說 這會不會又是一個出口轉內銷的 一個情況 更好這裡面還有提到一個 很敏感的一個字叫做 叫做外省人 在228的時候 你又講到這個九成的 這個都是當兵的都是外省人 然後又講到共諜 我是覺得我覺得 日經新聞不是一個這麼小的報紙 如果蔡英文政府秩序 跟日本的關係這麼好的話 這個新聞應該儘快的出來 嚴厲的要去斥責 而且我就要去查清楚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說到底當軍官 是不是外省人比較多 以前是 但是我覺得現在會有很大的改變 以前為什麼是 就是你看那個眷層裡面 有一些就讀書很好的 讀書很好的就出國了很多 也有一些 爸爸就說你既然讀書沒讀好 去讀軍校 讀軍校 也有一些比較調皮搗蛋的 有些父母也叫他去讀軍校 部隊來管你的確 那些人也許讀書不好 但是當軍人可能不錯 但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民進黨也必須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我們的軍人是幹嘛的 他是要保衛中華民國 國防部今天也聲明 說我們的軍人是保衛中華民國 你民進黨是要保衛中華民國嗎 你自己說 民進黨最近還稍微改口 中華民國 台灣 稍微改口 但心裡面真的有中華民國嗎 對不對 還切 到台灣以後才叫做中華民國 什麼總統直選以後才叫做中華民國 以前都不算 把你斷代 這些軍人的想法 我是要保衛中華民國的 你民進黨 這個統一思想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民進黨還在那邊 賣羊頭 掛狗肉 嘴巴講什麼中華民國 台灣 心裡面 心心念念還是台獨 那個軍人他的思想是會混亂 他到底為誰打仗 那是要上戰場 犧牲心命的 所以這點其實重要 我真的不相信有多少軍人 去賣情報 我覺得那是很少 但是你要這些軍人 拋頭顱 灑熱血 為了台灣的生存 發展來拚命 你要給他一個理由 為何而戰 他不是為你台獨而戰 除非你改 除非你整個國家改了 他要來當國軍 就是為了台獨國當國軍 否則的話我知道很多軍人 他思想是 不知道怎麼辦 你要教我做什麼 所以民進黨要想這 不是只是想你每次搞政治選舉 你要想到當你再也可以這樣 你執政以後 你的國軍 你的軍人 他到底為何而戰 他效忠的國家是什麼國 這點我覺得執政黨要想清楚